嗨 大家好 我是慕子 你好 欣宜 你好 在你的面前呢 有一份我小时候最前 非常 嗨 大家好 我是慕子 你好 欣宜 你好 在你的面前呢 有一份我小时候非常喜欢玩的拼图 玩过拼图吧 玩过 好 这个外面呢 有个框可以测算出它的面积 先放到旁边 待会儿我们还要用到它 好 拼图长这个样子 给你30秒的时间把它记下来 好 时间到了 接下来呢 我会尝试把它打乱 打乱它 你跟我一起把它打乱 对 随便打乱 好 越乱也好 越乱也好 好 打乱一下 好 接下来我给你30分钟的时间把它拼回来 尝试着拼回来 来吧 拼回去 对 尝试着拼回来 非常好 你果然很有天分 好 半个小时今 快过去了 我已经可以了 很好 非常好 你算是很有天分的 跟我10岁那年的智力差不多 当时我回去也把它这样很快地拼回来了 但是呢 当我回到那家店的时候 我说老板你这个太简单了 他告诉我一些很诡异的事情 说错了 你其实少拿了一块 这里还有一块 这块也要拼进去才行 来 想想办法 这一块 对 好像已经没有地方放了 对吧 对了 我告诉你 我10岁那年的智商 我只想了两秒钟的时间 只要放到中间 然后挡住就可以了 干不住吗 对 但是这样是在欺骗自己 所以呢 我又花了20分钟的时间 想出来的方式 就要把这一块移动过来 这两块移动到前面 然后这样 就可以拼回去了 当时我很开心 我说老板这个也很简单 我也可以把它拼回来 但他说不是 你少拿了一块 这里还有一块 还有一块 这块还更大一点 所以这块也要拼进去才行 来 尝试一下 学会了 学以致用 来 我来告诉你 10岁那年的我 放到中间 放到这个位置 移动过来 就可以了 这太诡异了吧 但其实这还不是最诡异的 最诡异的地方是 我们放了两块拼图进去 对吧 但是你会发现 这个面积 从头到尾 都没有改变 哇 为什么